《圣经》是一部神奇的书籍,读《圣经》,学英文,让知识和心灵一起成长。 本视频采用《圣经》和《合本》的心意版本。 小编为了经读《圣经》而制作这一系列视频,现在分享给大家。 每一节视频都包含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中文读经,后半部中英对照读经, 让您在领悟《圣经》话语的同时,也学会了英语。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到法老那里去,对他说,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这样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如果你拒绝他们离开这里,仍然强留他们。 看哪,耶和华的手必用严重的瘟疫夹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夹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身上。 耶和华必把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分别出来,所有属于以色列人的,一只也不死去。 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 第二天,耶和华就行了这事,埃及人全部的牲畜都死了,可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没有死去。 法老派人去看,果然看见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只也没有死去。 法老的心还是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两手拿满卢灰,摩西要在法老眼前把卢灰向天上扬起来。 这卢灰必在埃及全地变为微臣,在埃及全地的人和牲畜身上就必生出枕病和浓疮。 摩西和亚伦取了卢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把卢灰向天上扬起来,人和牲畜身上就生出了枕病和浓疮。 众树士因为生了疮的缘故,不能站在摩西的面前,因为众树士和所有埃及人身上都生了疮。 耶和华使法老心里刚硬,他就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话,就像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这样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因为这一次我要降下我的一切灾祸,打击你和你的臣仆及人民,为要使你知道在全地上没有神像我的。 如果我现在伸手用瘟疫击打你和你的人民,你就早已从地上消灭了。 然而,我使你存留,是为了使你看见我的能力,并且在全地上传讲我的名。 你仍然向我的人民自高,不让他们离开吗? 看哪,明天大约这个时候,我必将下级中的冰雹,在埃及自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未曾有过这样的冰雹的。 所以,你现在要派人去,把你的牲畜和田间所有属于你的,都收据到安全的地方,因为凡在田间发现的人和牲畜而不收回家里去的,冰雹必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亡。 法老的臣仆中有惧怕耶和华这话的,就叫他的仆人和牲畜进屋里来。 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却把他的仆人和牲畜留在田里。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天伸仗,使埃及全地都有冰雹,落在人身上,在牲畜身上和埃及地田间所有的蔬菜上。 摩西把手杖向天一伸,耶和华就打雷,打雷原文作神的声音,下薄,有火落在地上,耶和华使冰雹降在埃及地上。 那时有了冰雹,冰雹与火混杂在一起,十分严重,埃及全地自从建国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冰雹。 在埃及全地,冰雹把田间的一切,连人和牲畜都击打了,冰雹又把田间的一切蔬菜击打了,也把田间的一切树木打断了。 只有在以色列人所在的戈山地,没有冰雹。 于是,法老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人民是有罪的。 请你们祈求耶和华吧,因为这雷声和冰雹已经够了,我决意让你们离开,你们不可再留在这里。 摩西回答法老,我一出城,就必向耶和华伸手祷告,雷声就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了,好使你知道大地是属于耶和华的。 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还是没有惧怕的心。 那时,麻和大麦被冰雹击打了,因为大麦已经土碎,麻也开了花。 只是小麦和粗麦却没有被击打,因为他们还没有长成。 摩西离开法老出城去了,就向耶和华伸手祷告,雷声和冰雹就止住了,雨也不再倾倒在地上了。 法老看见雨水,冰雹和雷声都止住了,就更加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心里刚硬。 法老的心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就像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到法老那里去,对他说,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这样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如果你拒绝他们离开这里,仍然强留他们。 看哪,耶和华的手必用严重的瘟疫夹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夹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身上。 耶和华必把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分别出来,所有属于以色列人的,一只也不死去。 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 第二天,耶和华就行了这事,埃及人全部的牲畜都死了,可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没有死去。 法老派人去看,果然看见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只也没有死去。 法老的心还是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两手拿满炉灰,摩西要在法老眼前把炉灰向天上扬起来。 这卢灰必在埃及全地变为微尘,在埃及全地的人和牲畜身上就必生出枕病和浓疮。 摩西和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把炉灰向天上扬起来,人和牲畜身上就生出了枕病和浓疮。 众树士因为生了枕的缘故,不能站在摩西的面前,因为众树士和所有埃及人身上都生了枕。 耶和华使法老心里刚硬,他就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话,就像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这样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使他们可以侍奉我。 因为这一次我要降下我的一切灾祸,打击你和你的臣仆及人民,为要使你知道,在全地上没有神像我的。 or this time I will send the full force of my plagues against you, and against your officials, and your people, so you may know, that there is no one like me in all the earth。 如果我现在伸手用瘟疫击打你和你的人民,你就早已从地上消灭了。 for by now I could have stretched out my hand, and struck you and your people with a plague, that would have wiped you off the earth。 然而,我使你存留,是为了使你看见我的能力,并且在全地上传讲我的名。 But I have raised you up for this very purpose, that I might show you my power, and that my name might be proclaimed in all the earth。 你仍然向我的人民自高,不让他们离开吗? You still set yourself against my people, and will not let them go。 看呐,明天大约这个时候,我必将下级中的冰雹,在埃及自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未曾有过这样的冰雹的。 Therefore, at this time tomorrow, I will send the worst hailstorm, that has ever fallen on Egypt, from the day it was founded till now。 所以,你现在要派人去,把你的牲畜和田间所有属于你的,都收据到安全的地方,因为凡在田间发现的人和牲畜,而不收回家里去的,冰雹必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亡。 Give an order now to bring your livestock, and everything you have in the field to a place of shelter, because the hail will fall on every man and animal, that has not been brought, in and is still out in the field, and they will die。 法老的臣仆中有惧怕耶和华这话的,就叫他的仆人和牲畜进屋里来。 Those officials of pharaoh who feared the word of the lord hurried, to bring their slaves and their livestock inside。 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却把他的仆人和牲畜留在田里。 But those who ignored the word of the lord, left their slaves and livestock in the field。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天伸仗,使埃及全地都有冰雹,落在人身上,在牲畜身上,和埃及地田间所有的蔬菜上。 Then the lord said to Moses, stretch out your hand toward the sky, so that hail will fall all over Egypt, on men and animals, and on everything growing in the fields of Egypt。 摩西把手杖向天一伸,耶和华就打雷,打雷原文做神的声音,下薄,有火落在地上,耶和华使冰雹降在埃及地上。 When Moses stretched out his staff toward the sky, the lord sent thunder and hail, and lightning flashed down to the ground. So the lord rained hail on the land of Egypt. 那时有了冰雹,冰雹与火混杂在一起,十分严重,埃及全地自从建国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冰雹。 Hail fell and lightning flashed back and forth. It was the worst storm in all the land of Egypt, since it had become a nation. 在埃及全地,冰雹把田间的一切,连人和牲畜都击打了,冰雹又把田间的一切蔬菜击打了,也把田间的一切树木打断了。 Throughout Egypt hail struck everything, in the fields both men and animals, it beat down everything growing in the fields, and stripped every tree. 只有在以色列人所在的戈山地,没有冰雹。 The only place it did not hail was the land of Goshen, where the Israelites were. 于是,法老把摩西和亚伦召了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人民是有罪的。 请你们祈求耶和华吧,因为这雷声和冰雹已经够了,我决意让你们离开,你们不可再留在这里。 Pray to the Lord, for we have had enough thunder and hail. I will let you go, you don't have to stay any longer。 摩西回答法老,我一出城,就必向耶和华伸手祷告,雷声就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了,好使你知道大地是属于耶和华的。 Moses replied, when I have gone out of the city, I will spread out my hands in prayer to the Lord. The thunder will stop, and there will be no more hail, so you may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Lord, s. 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还是没有惧怕的心。 But I know that you and your officials still do not fear the Lord God. 那时,麻和大麦被冰雹击打了,因为大麦已经土碎,麻也开了花。 The flax and barley were destroyed, since the barley had headed and the flax was in bloom. 只是小麦和粗麦却没有被击打,因为它们还没有长成。 The wheat and spelt, however, were not destroyed, because they ripen later. 摩西离开法老出城去了,就向耶和华伸手祷告,雷声和冰雹就止住了,鱼也不再倾倒在地上了。 Then Moses left Pharaoh and went out of the city, he spread out his hands toward the Lord, the thunder and hail stopped, and the rain no longer poured down on the land。 法老看见雨水,冰雹和雷声都止住了,就更加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心里刚硬。 When Pharaoh saw that the rain and hail and thunder had stopped, he sinned again, he and his officials hardened their hearts。 法老的心刚硬,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就像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 So Pharaoh's heart was hard, and he would not let the Israelites go, just as the Lord had said through Moses. So Pharaoh's heart was hard, and he would not let the Israelites go, just as the Lord had said through Moses. Do you want a heart? Do you want a heart? Do you want to let the Israelites go, we don't want to let the Israelites go. acağız